来咯,我的猪猪花友 大家好呀,我是住在海边的猪猪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颗大尺寸的直棱银冠玉 银冠玉是乌鱼玉属中的其中一个品种 属下包含乌鱼玉、银冠玉、翠冠玉、微型乌鱼玉 得益于银冠玉丰富的一花兽粉杂交性 它的油形表现是这么多品种里面最为丰富多样的 总的来说,主要分三个方向 菱形四边形、五、六边形 还有就是不成形油 这一颗就是非常经典的六边形油银冠玉 大家可以单独看中间的新油油形 一个完美的六边形 相信镜头前的你已经发现了 这颗银冠玉的棱比较笔直 棱是指从中心生长点开始 上下两层油锚点的连线 笔直的棱可以称之为直棱 如果这颗银冠玉油和油之间的线条再浅一点 甚至不可见 那这个油形就是经典的南瓜油银冠玉 南瓜油银是不成形油形的代表 特性是,锚点周围没有明显的线条包裹着 油纹路比较浅,甚至没有 而直棱的特性给人的感觉就宛如一颗南瓜 接下来,我们将分环节给大家介绍这颗直棱银冠玉 在尺寸测量环节,我们可以看到这颗球直径为10厘米 整株长度为7.2厘米 根系部分长度为2.6厘米 在参照物对比环节,大家可以看左侧的330毫升可乐 球体尺寸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这是侧面尺寸对比参考 重量测量环节,大家可以看到球体重量为296.4克 半斤多一点,重重珠 我们测量一下可乐的重量 摩登罐装330毫升可乐,重357.3克 这颗球球的手感接近一罐可乐的重量 在皮色还原环节,大家可以参考左侧达芬奇校色版 也可以截图,使用修图软件的自动白平衡调整 从而获取到最接近肉眼食物观感的皮色 我这边看到的是蓝白皮色,已经出现白霜了 总结,这颗球球在我看来的主要卖点有 大球体,蓝白的皮色,白蜡椅出现 标准的六边形油形,直棱,扁平的球体形态 三个种夹子,底部两颗侧牙 有一个毛点马上出侧牙,根系部分 这是它刚刚回到我家的根系图片 宛如一捆大法菜,我进行了简单的修根 杀菌和生根要处理 大家看,这是它现在的样子 小萝卜根已经出来了 蓝色的地方是蓝粉百菌青 杀菌要来的,好了 下面请跟选我的镜头 一起去欣赏这颗球球的美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nd I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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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you got everything I got nothing here without you 好了本期性感猪猪 在线卖球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对这颗大尺寸直棱迎关于感兴趣的花友 欢迎评论互动哈 我是住在海边的猪猪 下期再见 爱你猪猪 明镜需要您的地方